活着不赖,夜晃就几十年过去了,想长寿吧,那是从古至今每个帝王将相的梦想。 历史书上说,他们先担,成完没少事,可往往都比一般人还死得早,一个个铁的事实让人醒悟,还是保重自己是上策。 工作别累着,压力别大了,器官厂保养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 在美国预防杂志总结的长寿迹象中,腿部肌肉有力赫然在练,生活中也不难发现,长寿老人几乎都不如稳健,行走如风。 因此,只要羊和双腿,活活百岁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,运动使人长寿,可是全身压力都在腿。 双腿就像人体的承重强,很少有人知道一个人50%的骨骨和50%的肌肉都在两条腿上,人一生中70%的活动和能量消耗都要由它完成。 人体最大,最结实的关节和骨头也在其中,人年轻时,大腿骨可以支撑起一辆小轿车,膝盖则承受着久悲于体重的压力。 腿部肌肉也要经常与大地的引力进行搏斗,保持紧张状态。 所以说,坚实的骨骼,强壮的肌肉,灵活的关节,形成为一个铁三角,承受人体最主要的重量。 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,原所长方方坤教授解释说,双腿还是身体的交通枢纽。 刚方坤说,两条腿有人体50%的神经,50%的血管,流淌着50%的血液,是连接身体的大循环组织。 中一科主任刘德权教授认为,只有双腿健康,紧络穿导才畅通,气血才能顺利送往各个器官,特别是心脏和消化系统。 可以说,腿部肌肉强心的人必然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,有此,美国科学家认为,从走路边可判断人的健康状况。 如果一个70岁得79岁的老人,一次可不行约400米,就说明其健康情况至少能让他夺活6年。 老人每次走的距离越长,速度越快,走得越轻松,那么他的寿命就越长。 摔老从腿开始,俗话说,树老根先哭,肩老腿先摔,肩老后,腿部和大脑间指令,的准确性和传导速度都有所下降。 不像年轻时那么默契,中医科学院研究所培会博士解释说,从出生到离世,腿每时每刻都在工作,如果不注意保护,自然就年90休了。 美国政府老年问起专家下课表示,从20岁开始,如果不积极运动,每10年可能丧失5%的肌肉组织。 同时,骨骼中有钢筋支撑的感应会逐渐流失。 人的骨关节,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会出问题,比如容易摔到骨折,高方昆表示,老人骨折容易导致骨骨头坏死。 长期卧床,继织而引起乳窗,尿路结石等病发症,甚至又发脑蓄酸,又15%的病人,甚至会在骨折,一年内死亡。 人老腿先知,腿部衰老的报警信号,报警信号,腿脚没有原先灵变了,这是衰老的最早特征。 40岁后,很多人感到腿脚不灵活,稍微多走点路,就像腿伤灌满签,发酸发胀,上楼梯也越来越费劲,没爬几层就气喘吁吁。 报警信号,做点事就腰酸腿疼,特别是中年女性,只要站的时间一长,就会觉得腰酸腿疼,可否是,腿还会出现放射性疼痛。 如果小腿肚出现疼痛更要注意,说明肠内已经开始罢工了。 报警信号,走路变慢,不知不觉中,步速越来越慢,偶尔走快点,会觉得腿脚不停使花,过后会连续酸痛好多天,甚至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。 报警信号,双腿一侧发凉,即使夏天也总感到小腿肚凉嗖嗖的,有时还觉得从臀部开始,到脚后跟,中间一条血都亮亮的,这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造成的,也可能和腰椎肩盘并变有关。 报警信号,抽筋次数增多,如果不是在运动后或因为受凉而抽筋,那就要注意了,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。 有些人还会出现足根疼痛,也必须引起注意。 报警信号,肿脏,血液循环不好,会导致腿脏,同时这也是心脑蓄患病,或肾脏疾病患者常有的症状。 报警信号,静脉区章,女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,二十岁后就有可能发生,一旦腿上的血管突然非常清晰,弯弯曲曲像蛇一样,说明腿部血管出现了老损。 报警信号,宽膝关节疼痛,几乎所有关节都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变得脆弱,特别是宽膝这两处关节。 如果你发现在下楼梯,蹲下或跳跃时出现不适,甚至腿部有摩擦摩损,卡住动不了的感觉,说明关节已经急需保护了。 这样做能阻止衰老提前来,虽然人到中年后,腿会慢慢衰老。 但羊腿是一辈子的事,从二十多岁开始,就要注意保护,特别是现在的开车一族,以车带不惯了,腿部力量通常比常人差。 只有羊好腿,才能阻止衰老提前到来。 首先,注意保暖,穿宽松的裤子,促进血液循环。 有的全说,千万别让腿部受凉,平时常用热水泡泡脚,使继续能顺利到达人的上身,维持机体平衡。 同时,老年人要穿宽松的裤子和鞋,鞋跟二到三公分比较合适。 此外,临睡前拿个小枕头垫垫腿,也能促进血液畅通。 其次,多晒太阳,不仅有利于保暖,还可以促进体内维生素D的形成,避免双腿盖流失,有效预防骨质疏松。 最后,就是要多运动,几位专家教给大家一套从上到下的羊腿保健操。 宽部,每天坚持背部靠墙站立,脚慢慢往前走,然后再退回,保持一个平稳状态。 此时背的下部,要始终紧贴墙壁,膝盖,双膝并拢,屈膝微微下段,双手置于膝盖上。 先顺时针方向旋转30次,再拧时针旋转30次,扭完双膝后,再随意活动一下肢体。 腿,老年人可选择脉袍,游泳,打太极等有量运动。 最好每天能坚持健奏45分钟。 老年病中心刘征唐教授建议,常揉腿肚,弯腰或是坐着让双腿下垂,用双手同时轻轻拍打双腿,由上至下反复拍打竖辫,再用双手握拳,置于双大腿和腿肚处,旋转揉动数十次。 脚踝,多点点脚后跟,建议抬起脚后跟再绷紧腿,每次保持5到10秒。 脚指,两腿伸直,低头,身体向前弯,以两手扳阻止关节隔20到30次,能锻炼脚力,防止腿足软弱无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